第463章 她连跟她并肩战斗的资格都没有啊 寝室11点开始集体熄灯 芸汐一直没睡 和住在下床的简群林换了位置 她在下床守着 因为是新生宿舍 所以他们的寝室都在一楼 玻璃窗半开着没有上锁 从11点到12点再到1点 连着熬了两个小时 她脑海里不断地在回忆 A区大战蓝群和特战队队员的过程 越是到后面 默默被送子兰教官给她的那些枪支型号 她的精神越集中 越是没有丝毫睡意 木飞驰的枪法有多厉害 她其实都没有亲眼见着 不论是在沈将军遇刺那一次 还是A区的那一次 她开了几枪 她都没有亲眼见着她开枪 只看到了开枪后的结果 每一枪都正中目标 不论是在夜间 亦或是直升飞机上 从风树到夜市 从她身上体现出来的 都是一个军国最优秀军人的专业 也难怪她不愿意跟她并肩战斗 因为她连跟她并肩战斗的资格都没有啊 想想就觉得挺沮丧 越是沮丧 血液里的不服输 不妥协 却像火一样 被风一吹 星星点点的火光 开始变成燎原大火 虽然提醒了其他三个人不能睡着 可是 到了这个时间点 已经开始有人熬不住了 在她被盗 狙击步枪的型号的时候 依稀听到了轻微的动静 从窗子那边传来 她的床靠窗边不远 窗台下就是他们的书桌 夜风袭来 她隐约闻到了一股下水道的臭味 黑暗中 灵动的眸微微一闪 寒光乍现 残在被子里 已经被捂得温热的空架散刀和手电筒 紧握在手心 她静默地等着 等窗台后的身影离开 甚至走远了 才从黑暗中坐起身来 手电筒微弱的黄色光线 落在书桌上 她扫了眼黑蛇 在上头留下的乌黑的水质 敲了敲上床 简君灵的床扶手 灵灵 快醒醒 听到声音 本就没有睡死的简君灵 猛地睁开眼 坐起身 一把摸到手边的手电筒 怎么了 来了 简君灵绷紧的神经 看见芸汐 对 芸汐点点头 换了换手里的手电筒 一柱关线 落在地上游走的三条黑蛇上 看着地板上的蛇 简君灵 似乎并没有下着 只是 揉了揉鼻子 皱着眉头 抱怨了一句 嗯 好臭啊 整个寝室 都是下水道的臭味 芸汐把赵雨沫和张佩佩 都叫了起来 简君灵跟着 从船上下来 芸汐 打蛇打七寸 我来帮你 芸汐看了她一眼 那 你可得小心点 雨沫 裴裴 你们把袋子拿好 我们把蛇放进去 你马上系紧 放心 小case 四个人联手 芸汐和简君灵抓蛇 赵雨沫 张佩佩 负责把装蛇的袋子系紧 不下一会儿 三条蛇 就被扔在了白色的蛇皮袋里 芸汐把袋子系紧后 冲其他三个人使了个颜色 好了 睡觉吧 剩下的事情 我来搞定 芸汐 你行吗 男生宿舍楼 可没有那么好进去的 你打算怎么做 我可没有说 我要进男生宿舍楼啊 别担心了 我有办法 今天晚上 好好睡一觉吧 明天 看周承哲 怎么替自己唱这出戏 他并非心词手软之人 周承哲 屡屡屡挑衅他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真对不住自己 最近在天玉山受的训练 一定是 想后 那 想 我